Hello大家好我是Green 我是Denis 你現在聽到的是陪你一集 的好朋友 奔山野狼阿拉撒亞囉 FOR FUJI 歡迎來到第十世界第六集 沒錯奔山野狼是一個 有兩位在日本當上班族的雙男子 Denis和Green所組成的節目 2020年開播以來 超過200集的內容 話題涵蓋日本職場生活 影視娛樂 終止用幽默又不失禮的對談 溫柔的聲音 以旅日播客主的視角 陪伴聽眾一起度過每一週 通勤上下班在家工作 或者是坐駕室的時間 讓聽眾們可以聽完長知識 輕鬆輕好舒服的談話性節目 聽完覺得有趣的話 歡迎按下訂閱加上Apple Podcast 還有Spotify的五星推薦 並來留言跟我們聊天 Green還有Denis感謝您 感謝您 開門見三 今天我們要聊富士搖滾音樂記 你收心了沒 還沒 這個余鎮大概要兩三個月 兩三個月嗎 對 真的 震到年底 每次加班 你的腦中就會一直不斷的浮現那個音樂 對對對 浮現方體這樣 然後加班加到有點心累累 然後去等巴士去 然後吹鼓 吹來一鼓夏季晚風 但心中有點淒涼的時候 你心中就會浮現那個什麼 Holo ni gai Soni gai 你完全被那個Vondi洗腦欸 真的 拜託 每天上班下班都在聽他的歌 有啦 我還有幫大家做了一個Vondi的Fuji Rock的表演清單 那一捏 對 就是他那一個playlist是 他的表演的順序 就完全按照他的順序 做的一個播放清單 你做了 我做完啦 我上次還有放在群組裡面啊 那是因為你們是Spotify啊 Apple Music沒人權啊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啊 就如果各位聽眾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Spotify上搜尋Vondi Fuji Rock 2023 應該就會有一個TOKYO DENIS 創的一個播放清單 那就是你聽那個清單 就可以完全從頭聽到尾聽 Vondi在Fuji Rock唱哪些歌這樣子 那一捏一捏一捏 對對對 哇我們真的是 透過富士搖滾跟全世界的人 心同在啊 圍魁七年 再度 圍魁是什麼啦 再給你講一次 魁魁七年 Yeah 魁魁七年 再一次踏上苗場滑雪場 感受富士搖滾 音樂季掃 隔了七年你有什麼感想嗎 隔了七年喔就會 隔了七年最讓我深刻的就是我 覺得一切好新鮮但又好熟悉 哦 你知道我第一天晚上還沒有感覺 第二天早上跟你去領車 然後開車回來的時候 一路上都是我開過的地方 那一種 哦原來這是七年之後的感覺 我以為也是前年的那種感覺 哦對對對 對 因為他只有一條路 所以你不管怎麼走 你就是一定會經過那些地方 然後你連續走個三天之後 他就會烙印在很深很深的記憶深處 對對對 然後你就會產生一種很強烈的deja vu 就算你七年沒有去那個地方 對 確實在 對我覺得就是怎麼講 讓我有 對我回到了富士搖滾的那一個瞬間 是 是在你開車開到會過很多隧道 然後其中最後一個隧道很長 對 然後出來之後呢 你會到一個山崖 就是轉彎的地方的時候 它類似像比如說台灣的海濱公路的時候 會有一些隧道是 不是完全被遮住的 它是 對 右邊有一些空隧 樓空的 一根一根柱子 一根一根柱子中間是樓空的 然後你在轉彎的時候 你可以從樓空的地方 看到富士搖滾的露營區 對 然後你就知道 我回來了 I'm fucking back yo 你就知道說 OK 我回到富士搖滾 就得看到一整片山坡 都是 就是五顏六色的帳篷這樣子 然後大滿整個山坡這樣子 對對對 那個心情就像是 你好不容易放假 然後你在高雄你要開去墾丁 然後開去墾丁 你轉歸一個彎之後你發現 就是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大海的那種感覺 然後類似類似就是 我知道我回來這個地方 Yeah That's why I'm here 這樣子 雖然我們這次沒有 應該說上次也沒有啦 這次我們兩次都沒有露營 對 但就是 你還知道說 這是一個富士搖滾音樂劑 很經典的 一個地標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這一次呢 真的是要跟大家好好的來聊聊 富士搖滾音樂劑 其實 可能會有人覺得說 哎呀你們七年前去過了 你還要再聊一次嗎 真的有這種東西可以聊嗎 其實是有的 Danny絲你覺得咧 尤其是你知道七年之癢 隔了七年 你不會癢嗎 喔好想去音樂劑這樣子 幹超想 就是 當然一定會有更多的感想 跟更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我覺得 真的真的真的 而且有了第一次的經驗 那第二次呢 其實就有點像是二回目的感覺 你知道 你通關過一次了 然後第二次再來之後 因為他基本上 他的構造 或者是設計 或者是一些大 就是一些大方向都不會改變 嗯哼哼哼 所以你知道舞台在哪裡 然後食堂是什麼狀況 然後你大概知道人潮的狀況 然後哪些地方有趣 哪些地方好玩 就是想去那邊試試看 這些 然後或是怎麼樣 你會有一種 欸第二次再來的那種體驗 你已經有經驗 你已經有滿滿的經驗值了 對 我覺得 嗯 雖然我們之前聊過一次了 對 但還是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 或者說什麼是富士搖滾音樂技 對 富士搖滾音樂技 富士搖滾音樂技 雖然他的名字叫做富士搖滾 但他其實不在富士山 沒錯 對 他在新市 縣 叫新市還新市 其實我一直不知道 反正是新市 的苗場山 的苗場滑雪場 那之所以為什麼他叫做富士搖滾 是因為他在1997年 第一次創辦的時候 是在 的確 的確確是在富士山腳下的 走走走 但是第一次的狀況不勝理想 他們第二年又換了一個地方 第二年辦在哪裡你知道嗎 哪裡 豐州 他辦在東京 就是海濱地區那個地方 然後他們好像覺得也不是很理想 他們第三年才換來現在這個場地 就是新市縣的苗場滑雪場 覺得就是這裡了 然後就一路辦下去辦到今年 真的是很猛 而且他算是全日本最特別 也是最大也是最有名的音樂祭之一 日本有三大音樂祭喔 就分別是Summer Sonic 然後Rock in Japan 還有我們的Fuji Rock Festival 那Fuji Rock Festival呢 其實算是這三大音樂祭裡面 唯一一個在那個 深山裡面辦的音樂祭 其實大家有興趣的朋友呢 可以在我們 奔山野狼第一季的第十九集 哇靠第一季耶 我的媽呀 可以去重溫一下我們當時的介紹 沒錯沒錯 那 What makes Fuji Rock so special 為什麼這個 富士搖滾音樂祭會如此特別呢 其實呢 他是有很多原因喔 其中一個原因 我之前聽那個 就是日本大特搜另外一個節目 油台 他們在介紹的時候 他們邀請了很多就是 經驗者們在分享的時候 所聊到的 我個人覺得我非常有感覺的 他的一個說法就是 因為這個富士搖滾音樂祭啊 他不是純粹的音樂祭而已 他包含了音樂祭之外 還有戶外活動 中距離的践行 然後多變天氣 以及縱橫整個山谷的舞台 沒錯沒錯 所以呢 他其實算是一次很大的 就是去爬大山的那種任務 出任務的感覺這樣子 我剛剛所提到的戶外活動啊 中距離践行啊 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要素呢 其實每一個特色都是有 該領域很深很深的 熱愛人士們在的一些領域 我就想到 就是在Fujira結束之後啊 在臉書的討論區 就會有人開始在蓋大樓 就是在蓋說 請大家分享你們這三天或這四天 走了幾步路這樣子 哦哇哦 就是他們就會大家分享 欸我這三天走了幾步路 看到有些強者真的是 三天走了十萬步吧 哇靠 十幾萬步這樣子 哇靠 超強 瘋狂來回走這樣子 就是各位大家 就是腦中可以想像一下 覺得 欸富士搖滾音樂器 它有這麼多舞台 那大概 應該稍微走個幾步就到了吧 哦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富士搖滾音樂器呢 它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除了舞台大之外 它場地也很大 有多大 這麼大 大到什麼程度 大到你用最大音量 在表演的時候 你走到另外一個舞台的時候 你完全聽不到上一個舞台的 不會被干擾啦 各舞台之間不會被干擾 而且你在走路的過程當中 尤其是從那個 白舞台走到Field of Heaven的時候 你要走差不多八百公尺左右 的距離 然後你就會 慢慢的慢慢的 從那個 很大的音量的那個舞台有沒有 慢慢的它就 音量被拉小 然後消失 到剩下蟲鳴鳥叫 然後再慢慢的慢慢的拉大 那個Field of Heaven的音量 然後你就走進一個深山裡面 充滿嬉皮的舞台這樣子 中間要經過一個林間小道 對 木棧道 很漂亮 很漂亮 對對對很漂亮的地方 真的是很酷 所以它真的算是一個 很特別很大 然後很大規模的一個音樂季 然後它跟那種火球季的那種 舞台對打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它是一個非常 有各自獨立舞台表演空間 而且音場做的非常足的特別音樂季 對 跟大家再簡單介紹一下 它有幾個舞台 好來來來 最主要的其實就是三大舞台 對 紅舞台 綠舞台跟白舞台 對 那綠舞台是它最主要的主舞台 是最大的一個 欸 綠舞台的話它大概都會邀請 大概是什麼樣的人來表演 綠舞台的等級 就比如說今年的三大咖 嗨嗨嗨 Lizzo 嗨 Foo Fighter 嗨 還有第一天晚上是我們的The Strokes The Strokes 對 他們都是在綠舞台就是那種國際知名大團 對 基本上呢 各位 你打開那個富士 我現在手上有一張就是富士音樂季的那個演出line up 基本上呢 在每一個舞台的最後一個都是黃金時段 就是一定是最大咖的這樣子 然後當這些舞台最大的舞台就是綠舞台 所以綠舞台的每天的最後一個表演就是最大咖的 對對對 主舞台吧 那今年剛剛就是Denis介紹的三大咖 The Strokes Foo Fighters 跟Lizzo這樣子 沒錯沒錯沒錯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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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綠舞台真的是國際知名大咖 紅舞台我覺得比較偏向大港開唱的感覺 它就是在一個倉庫裡面的感覺 對 紅舞台呢 它其實是所有舞台裡面唯一一個算是辦事內的 嘿對對對 所以其實它聽歌聽起來就有點像是就像你說的在就是博物那邊聽live live一樣 有點像是半開放live house的感覺 而且加上它的那個進出只有一個口 對對 對它不像它不像其他什麼綠舞台白舞台是四面八方都可以經過這樣子 比較開放啊 白舞台跟綠舞台它就是一個舞台之後前面是一個很寬敞的空地 對 對然後可以你從不同的角度去看那紅舞台就比較沒有它的腹地比較被局限一點 對所以它其實聽起來的感覺更像是在pop聽歌的感覺我覺得 嗯哼哼哼 對對對 紅舞台 而且紅舞台啊 它都邀請了一些其實蠻有意思的新銳的音樂人 嗯哼哼哼哼哼哼 或者是像那一個 Gypsy Avalon 對 對對對 這種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三大舞台 那其實接下來還有 剛剛Green 提到的 Gypsy Avalon Field of Heaven 對 甚至還有苗場食堂 然後 還有Pyramid Garden 跟Orange Cafe這樣子 這些就是其他的各個小舞台 還有Daydreaming and Silent Breeze 對對對 Daydreaming我是把它 它歸類為最特殊的一個 對對對 因為它 需要你先搭30分鐘的纜車到山頂上 它就是一個完全的世外桃源 沒錯 這個舞台我們等一下再回來 我們先來繼續看一下就是紅舞台 OK 你想要先講紅舞台 對 紅舞台的話呢 基本上它都會給一些 它的 它演出者的印象呢 其實有點像是 他們已經是主流市場上面 被注意的一群人了 嗯 然後音樂類型呢 其實偏 偏向就是相對於 押沙勒一點 對 可能是有嘻哈 但是它的嘻哈 不會是純粹的Potty Shit 它可能它的嘻哈呢 就會是一種多國級的那種 很特別的嘻哈 然後有點押沙勒 然後表演的其實也蠻精緻的 但是那他們穿著呢 就不會像是純粹的搖滾樂 或純粹的那種就是主流的嘻哈 就會有一點自己的特色的那種感覺 嗯 我個人是這樣子去理解這個舞台啦 比較有Fusion的風格嗎 對 有一點 然後下一個舞台呢 就是白舞台嘛 這我覺得第二次來之後啊 我個人啊 最喜歡的舞台就是白舞台 白舞台的風格其實很明確我覺得 對 你覺得是什麼樣的風格 搖滾 或者是主流搖滾 嗯嗯 確かに 確かに 像我記得我非常有印象就是 上一次在白舞台聽是聽那個 baby metal OS 對 真的看到可愛的妹子們 在瘋狂的吶喊這樣子 然後台下就是像邪教一樣 繞成一團這樣子 真的真的真的 真的 而且啊就是2015年的時候啊 其實 追敏凌晴跟他的團也是在白舞台表演 2015年 對 所以很有趣喔 很有趣就是 我其實一直 我其實我腦中一直是以為 最有名的人要去綠舞台 嗯嗯嗯嗯 但其實不是 他每個舞台所主打的那些就是 那個line up 其實是有他們的概念的 嗯 對對對 對 綠舞台有點像是國際大型舞台這樣子 然後大家很熱鬧的那一種 有點像是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做是那種跨年晚會的現場 嗯哼哼哼 對 然後白舞台的話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想像是 一般音樂季裡面最頂尖的音樂人們會去的地方 哦 那邊的表演就是一定是一絲不苟 而且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一種 嗯哼哼哼哼 而且我個人最喜歡的歌手最多的其實都是在白舞台 像這一次特別喜歡的就是那個啊就是 Studs 哦好好我覺得這個喜歡的音樂人我們之後再聊 哦對對對 好先把舞台做完 我們先把舞台講完 對對對 然後白舞台我個人蠻喜歡的這樣子 對我們所以講完了三大嘛 所以剛剛其實有講了幾個介紹 像 其實我覺得其他幾個舞台也都是各有各的特色啦 就是你喜歡那樣子的音樂的話 其實你就會自然而然的過去那邊那邊的舞台 對 我稍微再介紹一下那個Gypsy Avalon好了 OK Gypsy Avalon這個這個舞台呢 他主打的是使用乾淨能源 嗯哼哼 對所以他整個舞台其實是非常的注重自然氣息的 但是他音場做的很足 然後表演呢基本上都是Acoustic居多 對對對 對然後他是在一個小斜坡上面 舞台的規模相對小 但是他跟距離觀眾跟表演者的距離很近 嗯哼哼哼 然後就會有一些很有趣的表演 比方說 呃我就有看到一個很可愛的那個就是 呃日本的民謠民謠團 民謠團 然後現場大家就是圍成一圈跳那個G.5這樣子 哦有有有有有 對對對 所以這個團這個舞台呢其實是算是很和平 然後很舒服 然後又沒有負擔 然後舞台上面就是裝裝飾了一整排的就是 真的呃向日葵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很美的一個舞台 對你講到裝飾的話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也是很有 讓人有記憶點的就是Field of Heaven 他的後面是一個捕夢網 哦對 我覺得超酷的 對後面是一個非常大的捕夢網 在那邊這樣子 而且他那邊 而且Field of Heaven呢 他其實在一個深山裡面 然後捕夢網 然後周圍都是有架那種竹竿 然後還會有那個就是 木頭 木頭啊 然後閃光球之類的 聽說那晚上點燈會超像那個 就是很神秘的氛圍 有有有 就是如果你在晚上走他的林間小道的話 你就已經感受到 稍微感受到一點風格了 對真的很酷 然後再進入到的舞台 周圍都是那種閃亮閃亮 然後舞台的正中間很大的捕夢網 對 就是那整個整體的氛圍 我覺得塑造的很好 對 而且如果你聽到就是那種呃 特別有風格 而且是世界風格 然後用的那種樂器 都是很異國風情的風格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宗教現場的感覺 哈哈哈哈哈哈 然後有趣的是 他現場都會有一些就是一些 嬉皮的那種飾品小物 嗯嗯嗯嗯 selection shop這樣子 然後 對對對 然後大家就是在那邊也是 就是過得很 那邊的風格就很嬉皮很自由的感覺啊 對對對 然後這個是 Field of Heaven 下一個 OK講到一直剛剛想講去沒有講的 Daydreaming 他就是在山頂你要搭30分鐘攬車才上去的舞台 Yes 然後山頂基本上就是一群 只會講也不能說Party屁 他們就會放一些 哈哈哈哈 夜店那種電音或者是house 嗯嗯 然後整體的氛圍就是一直 有會有看到一群人站在舞台前面 嗯 然後從大白天正中午就開始喝啤酒之後就跟著音樂 擺動聲去這樣子 感覺超鬆 很鬆 超級鬆的一個地方 Daydreaming 感覺好棒喔 他就是完完全全如同他的名字 你第一次也有去我記得 對對對我第一次有去就想說 對欸難得來要去看一下 所以你兩次都沒去嗎 我兩次都沒去 而且你兩次用你兩次都用難得來要去一下這個詞 哈哈哈沒有啦我說我第一次的時候啦 一樣一樣一樣 你第一次跟第二次都是用難得來 然後就是要去 你現場的時候有講 對 然後我每次都說 對對對 我每次都就是裝不知道這樣子 然後就趕快滑去我想聽的地方 哈哈哈 我覺得蠻特別 他這個很特別 你希望大家攬車才可以去的地方 對那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對對然後山頂就是一群很鬆的人 然後 蠻涼爽的吧對不對 很涼爽因為他的山頂 標高又更高 對對對標高更高 然後就算在大擺天的也是很舒服的一個氣溫這樣 嗯嗯嗯嗯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剩下的幾個就真的是比較更小的舞台了啦 對 母道庭啊 苗場食堂啊 還有什麼 然後在露營區的舞台 跟ORANGE CAFE ORANGE CAFE我沒去到 你有去到嗎 我們我們有去過 你只是忘記了 就是 我說這次啦我說這次我沒去到 這次沒有沒有去到 對第一次去的時候我們有去聽加藤登記子 啊就是那個舞台 那個有點像是馬戲團棚子的小舞台 對對對我記得我記得 然後我們聽完加藤登記子之後 就聽完他一個爵士女靈唱完法式的那個爵士之後呢 下個表演是鋼管舞鋼管秀 對對對 哦對啦 所以這次沒去到 然後我上一次也有去那個Paramette Garden 是因為那時候是 呃 戲美舞士 啊 在那邊唱歌 彈唱 然後他 我記得他好像 有唱那個 晚安台灣還是哪個 我忘記楊大正有沒有來 一年 對我有去那個露營區 因為 這個舞台啊 他其實 比較特別是他在露營區裡面 而且真的蠻遠的 比較遠之外呢 呃 露營區 今年我們沒有抽到露營券 所以 呃 只有去年有 然後 不是去年啦 上一次7年前有 然後如果你沒有露營券的話 其實你是有時間限制的 你是 沒有辦法在12點之後進去露營區 就12點之後 你只能有露營券的人進去那個露營區這樣 因為後面他們 還有一個地方是可以泡澡啊 哦 對他們跟王子飯店那邊合作 所以你有可以在外面泡澡 洗澡的一個地方 啊 那一把温泉那邊 對對對 嘿嘿嘿 なるほど 所以整體來說就是 每個舞台有每個舞台不同的特色 對 然後今年 再去確認之後 真的是 有 就是貫徹始終的感覺 對對 而且 就是 他這個舞台設計啊 就是整個縱橫整個苗場花雪場山谷的那種感覺 然後 我覺得最棒的一點呢 其實就是他 你在去音樂季的時候呢 大家都一定會想要去聽自己想聽的嘛 嗯哼哼哼 但是音樂季呢 除了規劃好玩 除了規劃這件事情讓你覺得很好玩之外呢 其實呢 遇到 異想之外的 路過表演 因為路過看到的表演有時候 也會讓你很意外的開心 有有有有有 對對對 所以其實這個舞台 然後跟他的移動方式 以及這個感受音樂季的這個體驗呢 其實我真的覺得 FUJIROCK真的是有他非常獨特 而且非常鼓勵大家來體驗看看的一個點這樣子 雖然交通稍稍有點不方便啦 是超級不方便 對 而且為了要開車 為了要開車 我都不敢喝酒你知道嗎 喔對 我都是 我們兩個是司機啊 是司機 所以 我們要喝的話 我都是早上 11點12點喝 因為你就會有足夠的 8到9個小時以上的時間 去代謝你的酒精 而且你也不能喝多 你就大概喝一杯啤酒 就結束了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晚上大概10點11點的時候 開車回去這樣 而且你要開車 你又載朋友 所以那天一定要是很清醒的 所以就整天 我拼命在喝那個寶礦麗水的 對 然後這邊跟各位聽眾分享 嗨嗨 請問一般人回到民宿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 我想說想看喔 回到民宿第一件事情應該就是整理整理 然後洗澡然後吃宵夜吧 沒錯沒錯沒錯 那請問Green這三天 回到民宿第一件事情是做什麼 五分鐘之內睡著 躺平 對沒錯 我第一天還有嘗試去 嘗試去叫你說 欸你要不要先洗個澡再睡喔 你有叫我嗎 我第一天有問你 喔真的假的 然後你就回我說 我不要我早上起來再洗這樣子 然後我之後就放棄了 因為我知道說好 這傢伙又決定就是先睡覺 早上起來再洗澡這樣 對 因為晚上大家都弄得蠻晚的 而且我們這一次是有 我們這一次特別開心 就是我們找了一大群朋友 但是呢 他的反面就是你晚上洗澡要排隊 嘿對對對 對所以你就必須要等啊 或者是大家在吃宵夜啊 然後就是要等待啊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不如就是我早上起來再洗也OK這樣子 因為這次訂的民宿沒有大早堂啦 如果有大早堂的話 就是可以一起全部大家一次把他結束掉 瘦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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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有 對這真的很可惜 因為我們其實還有過去 我們之前住的那一個溫泉旅館 啊真的真的 去拍張照紀念照 因為那個溫泉旅館沒有撐過疫情 他倒了這樣子 GG 我們就進去就是沒有進去啦 在門口 對在門口拍個照這樣 拍個照 所以這是我們七年前住過的溫泉旅館 可以在一整天的FUJIROCK 然後10點11點回到民宿或是溫泉旅館 然後泡個熱湯 泡個澡 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對真的 但今年就比較可惜啦 因為經過疫情這一波 真的是少了蠻多間的旅館 蠻多間的民宿 然後在經過苗場的路口的時候 你應該也有注意到 右邊有好幾棟的旅館 都是感覺沒有在開業的狀態 就是變廢墟這樣 對很多很多 所以就覺得算是有點小可惜的地方 不過這一次呢 我覺得這一次這樣子 我們是住在跟上次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是 上次我們是住在三角下 距離車站大概兩分鐘三分鐘的汽車就可以到的距離 那這一次呢 我們是住在山腰 真的是中間點的感覺 中間就是往山上開大概10分鐘左右 對 然後往山下開也是10分鐘15分鐘左右 沒有三下開是10分鐘 然後往山上開大概20分鐘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從車站開到我們的民宿大概10分鐘 10分鐘 對 我覺得這個地點我也蠻喜歡的 還可以啦 唯一的小缺點就是 因為他的民宿或是一些旅館都是 蓋在道路旁邊 那你就會比較會聽到 晚上的車流的聲音 對 真的是蠻開心的 然後我們剛剛聊到什麼 聊這個啊 我們剛剛聊到說 回旅館是做什麼事情這樣子 就你就是回到旅館就直接倒頭就睡 就這樣連續睡了三天 早上都幾點起來 5點50 對我就覺得怎麼會有人可以放假 然後早上5點50起來 就一般來說 因為我們回去整理完之後 大概都已經是一兩點了 然後睡的話一般啦 你睡7個小時就大概早上9點 所以其實我們其他朋友 包括Dennis我自己也是 對 早一點的話可能8點半 你會被太陽曬醒 一般人都是會睡到9點 然後9點出頭之後慢慢開始 梳妝整理 準備出門 所以我們一般來說都是10點出門 因為但其實Fuji Rock他的本身的性質 其實也是說 他們早上的團最早也是11點 對 所以這個行程來說是剛剛好的 嗯嗯 但就有一個人不知道為什麼 早上就要5點半起來 然後開始整理房間 幫忙大家收那個用過的毛巾啊 然後開始把窗簾拉開來啊 倒垃圾 沒有沒有是幫你們關窗簾 喔對關窗簾 因為早上太陽曬進來很曬這樣子 然後倒垃圾啊 倒垃圾啊 清東西啊 對 然後就有你知道早上5點半 就有人在那邊吸吸收收 在那邊動了你知道嗎 我還要去洗衣服你知道嗎 就覺得這個人怎麼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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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真的 真的很有趣 而且 而且我們其實這一次有找一些 我們總共 我跟Dance之外總共有 還有另外6位朋友一起去這樣子 然後為了做這次節目呢 我們就有問他們就是 呃 有沒有什麼難忘的事情這樣 對對對 然後 然後有很多朋友都提到說 就是 這一次最難忘的就是 難忘的事情之一呢 就是那個鼓勵 每天早上都像是打工 換宿一樣整理房間跟收垃圾 哈哈哈哈 然後後面就掛號說 可能真的沒有付出出費吧 哈哈哈哈哈哈 幹 還有什麼早上幫大家拉窗簾檔日曬這樣子 哈哈哈哈 那一間民宿真的是有夠大 而且蠻舒服的 而且還有鋼琴欸 他底下的教育廳 喔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 這個是 雖然說沒有接廣告 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住的民宿 對 他其實本業啦 我覺得他的本業其實是 讓滑雪者去住的一間民宿 對 因為他的 他裡面的內裝 全部都是專門給滑雪廠使用的 擺放器具啦 或者是教育廳啊 取暖啊 之類的地方 他的一樓教育廳很大之外呢 他其實底下可以打桌球 其實我一直想說 欸 我們要不要早一天 叫大家拿啤酒下去 對 喝啤酒打桌球 但是沒有辦法 每個人聽完團都已經累跟什麼一樣了 累死個 然後教育廳旁邊就有非常多架子 讓你放你的滑雪板啊 或者放你的雪橇 他還有專門烘衣服的那個烘乾室 還有暖爐欸 對對 因為他就是因為那邊就是滑雪場附近 他就是專門for滑雪場的一些設備 這樣子 他叫做我們這次住的地方叫做 Kagura White House Inn 就是K-A-G-U-R-A Kagura 然後White House Inn 他就是一個專門給滑雪者去住的一個滑雪民宿 這樣他整體我覺得很漂亮 而且很喜歡他的位置也很好 你住在因為我們住在我們住在邊間 然後就是晚上早上打開那個窗戶 就他放眼望去就是群山環繞 枉裕的綠色這樣子 整體我覺得弄的很棒 然後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整棟房子都很香 木頭加上現香的味道 真的假的 我都沒有注意到 你沒注意到 從你進去一樓大廳 他就有帶一點木質味 然後他在往內走的時候 就有種木質味 加他本身有放一些茴香跟熏香 就有一種木質熏香的很香的味道 我覺得每次回去都很喜歡 哇 いいね 對 然後他其實 他的旁邊就是一個纜車 就可以搭到另外一個滑雪場這樣子 哦 對 他們所在位置其實就是一個 Kagura-Skijo的正前方 沒錯沒錯沒錯 對 所以他的其實 他在冬天其實就是一個 滑雪場的三角的那種感覺 沒錯沒錯沒錯 而且真的是一個蠻不錯的景點 對對對 所以我希望啦 我也預計 年底的話可以去滑個雪 好 いいね いいね 沒錯沒錯 所以我聽到去了兩次苗藏山 或者是說去了兩次苗藏滑雪場 都是在夏天 真的 我也是 沒有在冬天去過 明明是滑雪場有沒有 沒有在冬天去過 但真的是蠻開心的一個地方 對 就是下次有想要規劃說 就直接搭車過去 因為其實如果你是去Kagura的話 可能需要開車啦 但如果你是直接比如說搭車搭到月後湯澤 然後從月後湯澤轉巴士上山的話 你可以直接到苗藏滑雪場 對 然後你可以住在那邊王子酒店 對 王子飯店之後呢 你可以在那邊直接解決所有事情 然後甚至 但是我這次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可惜 我自己想去但是沒去成 應該說我也很想分享給大家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月後湯澤車站的隔壁 連接在一起的地方有一間日本酒博物館 清酒博物館 裡面呢 它有300種清酒讓你喝 然後它的販售方式是 你可以先用日幣去換他們的投幣 就是他們自己有自己像湯姆熊的那種 硬幣 代幣這樣子 然後你換了代幣之後 我記得好像是10個代幣1000日幣 所以就是一個代幣是100塊 日幣這樣子 就大概台幣現在目前的匯率來說的話22塊 然後他就給你一個杯子 一個小杯子 像日本酒 你喝日本酒的那種小小的choco這樣子 你就可以自己去選 比如說OK 我今天要喝這一個日本酒 它的價格是100塊 就是一個代幣 一個代幣 你就投一個代幣之後 你就轉一下 它就會倒一杯日本酒給你去喝 好開心 然後有些比較貴的比較好的話 可能是兩個代幣啊 三個代幣啊 四個代幣這樣子 完全OK 對對 但你就是可以很enjoy 很have fun 你可以超級多 300多種 喝喝喝 在那邊讓你喝開心 這樣 你去各種的飲味比 就是去各種比較各種喝 這樣 我這次先喝這一個 再喝隔壁這一個 它們之間不同的氛圍 它都是小小的一杯 對 所以你就可以喝很多種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飲味比很好玩 但這是很可惜啦 因為第一是 它那邊的那一個清酒博物館 只開到晚上7點 那應該怎麼辦吧 所以基本上 你看完團下去就沒辦法了 然後早上也是10點還是11點才開 所以基本上我們也上傘了 10點我們上傘了嘛 然後下傘的時候已經超過時間了 然後最後一天的行程其實也沒那麼的 時間沒那麼充裕 所以我們就直接返回東京 要還車 也沒有辦法再去逛這樣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點是 雖然我很想去有點想喝 可是我要開車我不能喝這樣 沒錯沒錯 いいね 所以下一次的行程就是 我想說我就搭車過去 我就在育後湯汁那邊就可以喝 然後我再搭乘巴士或者是轎車 上山去滑雪這樣 いいね 下次感覺你會喝鏘 你就可以喝到很傷 對喝到很傷 然後就旁邊錄影 就是你會完全斷片這樣子 應該是不會啦 我個人目前為止是沒喝到斷片過 就是喝到斷片之前 我會先睡覺 我個人是就是 到了一定的酒精程度之後 我就會想睡覺 舒服 對講了這麼多 聊了什麼是FUJIROCK 然後聊了舞台 各個舞台風格 然後聊了我們這次的行程 對 對那 你這次參加FUJIROCK 嗨 你最喜歡的表演是 VONDI 靠北還沒講完問題 我的 我的問題還沒講完好不好 VONDI 不管你問什麼問題 他答案都是VONDI 好那你跟大家解釋為什麼 VONDI呢他其實是 白舞台應該是 我記得是第二天吧 對第二天的晚上八點的這個表演 然後他是VONDI帶了一整團的樂團 然後跟他自己的燈光set過來 這樣子 然後整整演出了一個小時 整整一個小時然後 算是非常完整的表演 對 然後我為了等VONDI 我其實從前面的一個團 也就是兩個小時前 他中間有一個小時的空缺嘛 我去聽了他的Caroline Paul Wojcik 他一位美國獨立音樂人 來的表演這樣子 然後在那邊等了兩個小時 然後去就聽到VONDI 然後聽說那一天的現場人潮 就是乍到就是直接 周圍是交通整個癱瘓這樣子 擠得水洩不通之外 很多人都是在很後面很後面的 廁所附近聽的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因為我等了兩個小時嘛 所以其實 我後來站的位置 是在PA台的正前方 對對對 對那個位置 因為我個人覺得 那個地方其實 你可以看到整個舞台 然後又不會距離太遠 然後整個音場 又會是最良好的位置這樣子 然後就是在那樣的狀態下 聽到了VONDI 那VONDI呢 他其實他的表演很有特色 就是他沒有轉播臉 他沒有大螢幕 他就是一個很很純粹 很簡潔的表演風格 他背後就是一個VONDI的LOGO 然後呢 會有舞台聲光效果很炫 然後就是看到一個人 就是一個爆炸頭 也就VONDI的標準爆炸頭 然後就唱著各式各樣的 你耳熟能詳的歌曲這樣子 然後因為接觸VONDI 這是我很晚期 就是已經是27 28歲之後 才接觸到的音樂人 所以他很多歌曲 我甚至不知道歌名是什麼 但是我就是聽過的那種感覺 我在那樣的狀態下 聽到他的歌曲之後呢 就是發現 哇真的是 現場真的太好聽了 甚至超越了CD給我的感覺 現場的所有年輕人 VONDI就像是一個 每個人都一定要背歌詞的 那種類型的歌手 所以我旁邊的那些年輕的小朋友們 他們其實每一首歌都會唱 對啊 你就是轉頭看他們的時候呢 每個人的嘴巴都在動這樣子 然後就是進歌點啊 或者是炸的點啊 主歌副歌點啊 其實大家的那個手勢 都非常的配合這樣子 那音樂人 在就是主流音樂人跑到音樂季呢 其實最有趣的一方就是 他能夠收納接觸到的人群 不是只有核心粉絲 像專長一樣 而是他可以接觸到非常多 第一次遇到這個音樂人的粉絲 那如果你當天的表演夠完整 夠精準 或者是夠精緻 然後讓大家很喜歡的話呢 那現場的氣氛呢 就會一路從核心粉絲 到周圍粉絲 甚至到邊緣粉絲 都可以一致很熱情的 一起享受那個現場 那當天那個VONDI的現場 給我來說的感覺就是 不管是核心粉絲 還是邊緣粉絲呢 大家都樂在其中的那種感覺 然後聲光效果做得很足啊 然後音樂也非常的到位啊 然後表演 VONDI的狀態好得不得了 然後就覺得 哇靠我可以在音樂季 然後站在這個位置 然後聽完完完整整 60分鐘 VONDI的表演真的有夠爽這樣子 聽完我就立刻去預約他 年底的演唱會 去抽籤就對了 去抽籤了 對對對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下 聽到 VONDI就會讓我覺得 哇 這一次2023年的富士搖滾 我圓滿了這樣子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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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所以導致你們在聽Foo Fighter的時候 我就呈現一種就是 呃 就是螢幕保護城市的狀態 然後我應該有跟你分享啊 就是 我們在Foo Fighter的時候啊 我們 那一群朋友的右前方 有個日本小哥 他從頭到尾都戴著耳機 在看自己的手中 手機螢幕中的VONDI 對對對對對 然後就在台上 台上是在Foo Fighter 你在看你手機裡面的VONDI 你在這邊幹嘛 小朋友不懂Foo Fighter啦 我覺得 What the What the 真的 對 所以這個是我對 我在這三天下來 讓我最印象深刻 然後也覺得讓我最 智慧票價 的一場表演 是VONDI這樣子 同樣子 那你咧 妳最喜歡的一場表演什麼 我要分兩個來講 就是如果以 純表演來說的話 就是我會喜歡 Foo Fighters 這是 純表演來說的話 Vondi也是可以 就是應該說我禮拜六晚上是一個大金環 我就聽完Allen Garden之後去聽Vondi 再回來聽Foo Piter 我那天晚上真的覺得超級滿足 真的 但是如果要以Live 或者是這種音樂季Live的評分來說的話 我個人會給Lizzo最高的評分 Lizzo 對 因為他給我 就是我對於野台表演 音樂季Live這種 其中一個評分標準是 我覺得你來Live就是要跟底下的聽眾們互動 你沒有互動的話 我去回家看YouTube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我回家看CD 聽CD是一樣的東西 你就是要跟大家聊天 你就是要跟大家互動 你就是要帶給大家 跟專輯上不一樣的東西 我沒有說Vondi不好 因為Vondi的表演率是非常非常高 對 但我覺得如果你要以音樂季Live的這種形式呈現的話 我會給Lizzo很高的評價 是因為他除了誠意滿滿之外 他跟聽眾們的互動也是一等一 蠻有趣的 他還一直在講 Nippon 他還是變身這樣子 然後那一套衣服 他其實就是那個 我覺得那個那一套衣服的發想 其實就是變身 變到一半的那個中間的那個樣子 的斷帶 斷帶 對 斷帶收術的前一刻這樣子 超有趣 他的衣服是一個那個 就是斷帶粉紅色的斷帶這樣 包住身體 超好笑 超有趣 對 就不管是他跟日本的互動 我覺得你知道嗎 這個Cellamon 我覺得不管是真是假 但就是這個東西是你跟這個國家的 聽眾們的互動方式 So 他是這個國家的文化的一個部分 你喜歡 你願意穿上他的衣服 代表你真的有四處誠意 OK 我跟你互動 然後你繞了 你講了一些 不是發音很標準的日文 也完全沒有關係 這也是你表示你喜歡這個國家 你願意用這個國家的語言 去說話的一個方式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才藝表演 因為還吹了長笛 唱歌之外吹了長笛 他還有 他還有跟台下的鐵粉們互動 就是非常時鐘粉絲們去互動這樣子 還有 請那個保安說 欸你把那個粉絲的 牌子拿上來這樣子 對對 簽名版拿上 我要簽名這樣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這種種來說 是完全有fit到 我對於音樂季live 台上表演者 在於 他針對live這個部分的評價 我覺得這一個 就是Lizzo的Denis的講解 之所以可以這麼深刻 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上 都是因為我們在這一次音樂季裡面 感受到什麼叫做有誠意 什麼叫做沒有誠意 開始要黑了我知道你要講哪一個 開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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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小份金鼓勵要來了 對對對 就是我剛剛講的這些所有的一切 當然表演水準你的歌曲 你的編制 你的燈光效果 這是一個部分 對 這個也很重要 並不是說不重要 但是另外一個部分是說 OK你除了原本在呈現你歌曲之外 你要如何跟台下的聽眾們或這個國家 你是如果從國外來的音樂人的話 你怎麼跟這個國家的聽眾們打好關係 去互動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方式 也沒有說FooFighter沒有啦 FooFighter也有 FooFighter很努力在玩那個啊 FOR FUJI 這是為什麼一開始我們說FOR FUJI 就是他們一直在玩這個梗這樣子 對 因為你有影響力 你可以帶著群眾玩有趣的事情這樣子 那做得好的音樂人呢 那一場表演就很有趣 比方說我要再稱讚另外一位 我非常喜歡的 我第一次聽到的歌手 就是Denzel Curry 一個嘻哈歌手 對 然後我跟Denis 完全沒有聽過他的歌曲 然後完全不認識這個人 但是呢 我們就是聽完了 就是我們等一下要介紹的那一位 D先生之後呢 D先生之後呢 我們要去洗 DC先生之後呢 DC先生 我們就覺得我們一定要去洗耳朵 然後就跑去那個白舞台 就是再去聽那個Denzel Curry這樣子 對啊 我們也聽完了第一位DC先生 我們去聽了第二位DC先生 DC先生 這個Denzel Curry 第二位DC先生呢 他就是很標準的 Party Party Shit 然後是那種Gangster Hip Hop Rap的那種 很凶狠的那種類型的嘻哈 但是呢 他在音樂季怎麼呈現 就是他會很 他每一首歌 都會煽動群眾 跟他一起喊口號 做動作 蹲下 跳起來 就之類的 他每一首歌都有設計 他都會想好 然後他每一首歌 最後都是放那種Gangster的 這裡做到 AK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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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 捂捂捂捂捂捂 捂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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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捂 然後全場 全場其實 就是 你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也沒有關係 那個氣氛就很好玩 你就很想要跟著筆中指這樣子 什麼 PUT YOUR MIDDELFINGER IN THE END 這樣子 真的很 對 然後他 像剛剛Gichten講的 他中間唱一唱就說 哎 我們現在還來到一個很危險的區域 路 大家快 Pypical 趕下 等一下 然後他就會自己蹲下之外 他就使喚所有人蹲下這樣子 Lang low!Lang low!這樣子 危險危險危險 很危險我們趕快蹲下 然後他就看到有人沒蹲 那個穿著衣服的白衣服的T恤人 怎麼沒蹲下 你有沒有蹲下趕快蹲下 那個你隔壁那個還沒蹲下 你幫我叫他一下 喔算了他看起來就是一連不想蹲下那樣 我們就算了算了算了 他就會有很多種互動 就很有趣非常好玩 雖然你不懂他 你不認識這個人 你不認識這個人 你可能第一次聽他的歌 可是你會知道說他其實是有用心 或是他很Enjoy在跟台下的聽眾的互動 然後他RESPECT這個舞台 對他很尊重這個舞台 他也喜歡這個舞台 然後他會跟大家在一起來玩這個表演 來呈現這個表演這樣 然後你就會很HIGH 因為我們就會跟他一起蹲下 然後突然就會DJ開始 就是就是 就是倒數啊 1 2 1 2 3 2 然後全部人就開始 哇哇哇哇 就是你會從蹲下突然跳起來 這樣子 對對對 那你知道 現代人就是壓力大嗎 你這樣玩 其實就算就算大家撞在一起 大家還是很開心 你知道嗎 他會有就是叫大家分開 我還記得 就是說 哎 中間這一 這一個道哦 你們兩個分開 分開分開分開這樣子 聽我的指令 Hold up Hold up 對一直在跟他說 停 不要動哦 先不要動 千萬不要動 我不要動 我叫你不要動 對對對 他很兇 沒有啦 還沒有那麼兇啦 就是說 他就會開玩笑說 你不要動 不要動 不要動 對 聽我的令下 一聲令下 對 然後前面的人就開始衝撞 對對對 然後很有趣的是 他的歌詞有夠兇 然後就是他的那個 喊的口號也很兇 但是他跟觀眾在互動的時候 他超有禮貌 對啊 他是很 很有禮貌 很親切 很親切 對對對 很親切 很親切 他要你做的事情 然後他做的事情 壞事 比方說要比中指之類的 然後他也是很親切的 要大家舉起手 這樣子 然後就覺得 哇這個Denzel Curry 我不認識你 然後我也是聽你音樂 但是我覺得我聽你的演出 好開心這樣子 對對 我很喜歡你的表演 讓我們感受到這些快樂的 頂峰的 我們的負面教材來了 另外一位DC先生 我們之所以會這麼珍惜 這些表演的最大功勞呢 就是因為我們體驗到了一場 讓我期待超久 但是失望超大的一個表演 誰呢 在綠舞台 主舞台 主舞台 綠舞台 現場大概兩萬多人 主舞台 YOU MOTHERFUCKER GREEN STAGE 沒錯 而且是近乎 黃金時段的晚上八點這樣 沒有啦 他是在 七點啊 七點到八點 他是在黃金時段的前一個 等於他是一個 怎麼講 PRE黃金時段 已經算是不錯的 而且是晚上的那種很熱鬧的時段了 對 傍晚的時段 對 這個 7月28號 苗場 富士搖滾音樂祭的 綠色舞台晚上七點 欸 開始的這位表演者呢 來自於美國 他叫做 沒有啦 來自於 加拿大 加拿大 媽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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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 是吧 等一下看一下 等一下 等我一下 I don't care I don't care 他來自哪裡 我都不管 不要黑錯人 不要黑錯人 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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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幹超黑 欸沒錯 他來自加拿大 好 OK好 加拿大 然後他的牙齒有點開 這樣子 牙齒有點開 他叫做 Daniel Caesar 欸 沒錯 丹尼爾 凱撒 Daniel Caesar OK 我知道 我們的聽眾裡面呢 一定會有很多人 都是覺得說 欸 我是Daniel Caesar的粉絲 他的歌很好聽 欸 各位 我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講的負面評論呢 跟他的音樂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的音樂好不好聽 Dennis 我覺得音樂算是好聽的啦 音樂本身是好聽的 但就是 嗯 音樂本身是好聽的 音樂本身是好聽的 音樂本身是好聽的